香港馬拉松和大家一起走過了25年 25年來,賽事的水平不斷提升 無論是海外的特要跑手 還是香港運動員都可以儲出計席 大家好,我是楊細毛 香港田徑總會的首席副主席 香港馬拉松的參與都很久很久 由第一屆開始到現在 今年都25屆了 其實不同的崗位我做過了 由開始幫忙做物理治療 我又做工作人員 幫了最後的運動員 要求他們跑不到就上車 我自己也參與過 我也跑過一、兩屆的全馬 如果說海外跑手 我猜跟質、量方面去說 由最初我們海外的跑手 佔了我們參與人數 是少於1、2% 到我們說17、18年 已經是超過20% 香港跑手方面 參與人數的確多了 我們80年代 我們的跑手成績是相對地好的 那個年代我們看到 可以說我們跑全馬 跑2小時30 都不少人的了 包括說大家熟悉的 吳輝陽 直浦昇 中仁貴 李嘉倫等等 過了千禧之後 首先就有賴鶴欣 他跑到2小時28多些 然後就開始有進步了 近期更加多跑手 跑得好成績 包括有周漢烈 尹卓熙 還有我們黃雲俊 過去24屆參與了 其實每一屆都有 他精彩的時刻 如果你問我 比較特別的就是 我看到2015年的渣馬 也是我們亞洲馬來蟲錦標賽 那一屆女子的全場冠軍 包括是國際組別 都是由亞洲的選手 一個北韓的女跑手 贏到的 我也特別高興 因為亞洲選手 在國際賽裡面 都拿了第一 都挺令人振奮的 如果是藍王的畫面 我自己也有教很多的學生 其實很多都是 由10K開始跑上來 10K半馬、全馬 當然最興奮 就是在維園終點 遇到學生 由10K半馬、全馬進步 沖繩去客 第一屆 第一屆 我們的馬蟲 口號是甚麼呢? 那口號原來是這樣的 他說 休息霸 風在雪 回頭霸 雲在雪 停止霸 老在雪 廢話少說 磨雪 那你看到以前那個跑是甚麼呢? 是比較沽默的 每個人自己參加 自己挑戰自己 但現在的長馬運動 的確是一個很群體 大眾參與一個落跑的運動 香港人參與度真的很高很高 到現在 今時今日 跟最初我們說千多人參加 現在七萬四千人 我們說我們2019年的時候 七萬四千人是參加 報名的人 遠遠不止這個數目 之前幾個月 你在不同的運動場地 在街上 見到很多很多人跑 文化不同 以前不同 以前反而很多都是即興的 人家參加又參加 現在多了很多人 真是通過一個有系統的訓練 來參加一個比賽 一如以往 維園終點見 不見不散 香港馬拉松下個星期日 就舉行了 是防擊放風之後 第一個的國際城市 三萬七千個名額 很早就爆滿了 這次也是再次有海外跑手參賽 相信到時場面一定是很熱鬧 遲了報名 不要緊的 支持跑手就不會怕遲 2月12日當日會和大家全程直擊賽事 大家還有一個選擇的 就是當晚會有精華節目 記住留意財經體育資訊台 還好 好